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家会客室 我是碧秀 我们在这档戏剧《观音对我笑》内容当中 其实有看到谢莱文师兄以及巧琳师姐 他们人生当中所面临到的各项的挑战 好与坏都是在这其中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编剧 简佳玲来和我们聊一聊 佳玲好 皮秀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佳玲你年轻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演员 对 对不对 后来走到了编剧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之后 我常常都很好奇 你们在写戏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自己都先演一遍了 对呀 我每次写戏我儿子就说妈妈又在发疯了 因为很自然而然的就是 比如说我在下台词的时候就会边写边演 然后如果很激抗的时候我会跟着很激抗 很悲伤的时候我会跟着很悲伤 所以经常自己就会觉得有些感觉自己好像人格分裂一样 所以每一个角色都自己演的都会去演过一次 我觉得我们从小看戏剧长大的时候都会想说 这编剧怎么这么厉害 尤其是一些不管是我们以前看到武侠剧或者是后来是他们自己编转的一些内容 都想说他们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 而后来尤其是近代 其实都会有所谓的编剧训练班 对不对 你自己觉得编剧到底如果有观众朋友觉得对这个领域很好奇的时候 你觉得编剧它基本上基础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第一个你当然观察力要敏锐 还有一个你要有办法去推理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当编剧员 因为人生剧本都自己写的 不是吗 其实编剧的养成不容易 可是你如果真心要当编剧的话也没那么难 那其实真的想要当编剧的话 我自己的养成 我自己的养成过程是我真的大量的涉猎了很多的戏剧 我是大量涉猎很多戏剧 然后去学习模仿他们的技巧 还有会看他们如何去堆砌剧情 还有我们小时候我们写作文不是起承转合吗 对对对 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真的没有那么难 如果愿意的话用心也能做得到 我觉得他在电视台做这个戏剧节目的宗旨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透过我的笔 透过我在写这个故事 我可以传递一个人心的真善美 传递一个正确的思想 传递一个正确的观念出去的时候 影响的观看的人可以因为这场戏 而让他的生活三观更好更正的时候 然后正能量更高的时候 哇那这不是很美好吗 其实这是我当时会选择一直留在 大爱电视台写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了解 可是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 每一位本尊 其实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等于是要把自己一个 从小到大甚至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不论是好是坏或者是说酸甜苦辣之类的 要很如实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面对的是 自己孩子的离去 我觉得身为一个编剧 当时要去做访问的时候 明知道得多问细问 但会不会有一些让你很挣扎的地方 会吧 因为两位本尊年事都蛮高的 那再加上我要问的又是 他属于他孩子离开的那一部分 我自己是当了人家母亲的人 所以我很清楚 问那个时候对他们两个人还蛮残忍的 蛮残忍的 那在以前我在杜正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无所谓嘛 怎么挥洒都没有关系 可是后来写大爱剧场 因为都是真人实事 对于真实的东西我也不能有偏差 所以在访问那一个故事的时候 当采访的时候我还OK 是因为我必须要问到最真实的 我可以不透过两个本尊陈述 我可以透过他身边的人 对于孩子往生这件事情 我可以得到很多完整的资料 可是当我在下笔的时候 其实我是痛苦的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的经验是 也是我们写大爱剧场 写完之后当然有很好的回馈 可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有人去找麻烦 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铃 你知道吗 我突然发现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那时候开始想不对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因为本尊已经无仇的 把他的故事提供给我们 我们感激他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让这档戏播出去之后 反而为他的生活带来困扰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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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不OK了 我那时候开始想不行了 不能是好的结果我们来 然后后面所有好与坏的后果 全部由他承受 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就会有一些 一些多一点点的 每次在写戏的时候 我就会为本尊多设想两三分 如果我这个写下去之后 会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困扰 如果给他带来任何困扰的话 我就绝对不能这么写 可是你知道我这多设想两三分 就给我多制造了二三十分的困难 因为我如何可以 可以在不失真实的状况之下 又可以写到不伤害本尊 或是不给他们带来困扰 其实这是 尤其在写这个 莱文师兄这个 在失去孩子的这段戏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很挣扎 非常挣扎 我很清楚知道说 一旦这写下去写太多的时候 他们是要带着两个老人家 去重新去经历这一段丧子之痛 其实我自己是蛮痛苦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 你看这个师兄也因为 可能在经历过了这样子的一个 人生很大的失去无常的时候 他开始接触佛法 去了解到可能因缘果报观 二来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编剧也好 或是观众也好 就说 哎哟 可是这个这么精彩 当然是要写出来 可是他又另外一方面 在让我们学习到多 什么才就真正的 站在别人的立场 为对方着想 其实那个部分的话 都是一个要很细细斟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知道 身体的病痛看医生 我想就是透过医学 或者是手术 治疗 都可以逐渐的康复 但是心病 心理的一种伤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影片 邀请到的是心理学作家 曾丽欣来跟我们聊一聊 当心理觉得受伤的时候 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要怎么处理 一起来了解 就是家人突然的离世 特别是意外的这种 就是非预期性的死亡事件 这样子来临的时候 其实它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很重大的 生命的压力事件 因为死亡的出现太突然 我们没有预期 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你跟这个死亡者的关系 他立刻就会带出说 你的很多的哀伤的反应 尤其是你如果本来跟他关系 就很亲近的 像自己的子女 或是自己的父母 配偶等等 所以你过往的关系 会立刻就会影响到 你的很多的表现 你的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人 如果遭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一定是会出现 惊吓 或是否认 或讨价还价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 很强烈的自责 他可能会去想说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或者是我没做什么 怎么会让事情变成这样 所以还会有很多的除私 例如说反除性的思考 叫做lumination 就是你会一直反复去想 那个画面当时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不停的 好像我们那个牛吃草的反除回来 但是你反除就是那些 负面的事情 负面的情绪 所以这个在心理上面都是说 这是比较不健康的一些行为 但当我们遭遇到就是突然有丧青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可能他会有过度惊吓 例如说他可能变得很容易受到刺激 有人突然跟他讲话 他就会好像反应很大 那有些人还是情绪会变得波动很大 例如说一点事情他就暴跳如雷 突然就变得很逆怒 很容易生气 但也有可能就有些人是相反 还是变得很麻木 情绪波动变小 他可能就是面对一些反应 该哭的时候就突然没哭 或者是怎么都不掉眼泪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面对 这种重大的意外的丧青的事件的时候 其实他的表现是很多元 也是一直性的 那你作为一个在他身边的亲友的话 其实你就是要去留意说 他现在的状态还好吗 那有没有一些太大的一些反应 然后开始造成生活上的不适 或者是说困扰 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太伤心了 以至于他连吃也睡不下 睡也睡不着 那开始影响到生活的功能 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上班 或者是做正常的事情 一般的生活作息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你可能这时候 这样子帮他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 例如说陪伴他去挂号身心科 或者是一些心理治疗所 因为其实透过一些专业的协助 他是可以帮助他慢慢去调整 他自己的状态 然后让他的情绪可以有一些出口 现在还有很多支持团体 那例如说同样都是上子女的父母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支持团体 他们会固定来在一起 然后有专业的心理师 或者是社工师他会带领他们 因为彼此都有类似的情况 然后都经历过相似的处境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 很安心的彼此分享 他们的伤心的故事 然后透过这样的支持团体 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素材或美材 有时候看绘本 一起做一些手工 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些绘画 那透过这些都是 让他们的情绪可以有一个出口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支持团体的参与 也是非常好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会寻求宗教的活动的支持 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觉得也很好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 有一些教会的活动 或有些他就是拜拜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有禅修灵修的团体 他们其实会有自己的伙伴们 可以大家来在一起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灵性的交流 其实也是可以对于这些上亲者 会有很好的帮助